近日,我们在横店影视城拍到杨阳和赵露丝的身影 当天,赵露丝一身蓝色长裙,坐在台阶上翘着二郎腿 杨阳则是一身身色长袍,打扮温润如雅 刚一到场,几人就开始闲聊 只见杨阳突然伸开手,逗得赵露丝笑得不行 而赵露丝随即也比去剪刀手 聊了一会儿后,几人便开始对戏 由于当天风力较大 这期间,赵露丝不停调整自己的衣摆 一边对戏,一边还顺手帮杨阳把吹乱的发带弄好 结果一阵风又给吹回原样 之后,赵露丝更是站到了椅子上 而杨阳则是平静许多 可以看到,他拿着一个小盒子 反复练习如何拿出来会更加帅气 过了一会儿,拍摄正式开始 此时,一阵大风将杨阳的头发全部吹乱 拍摄就只好暂停 没过多久,拍摄继续 杨阳将小盒子交给旁边的人 让他送去给赵露丝 看得出杨阳和赵露丝合作相当和谐 那就希望接下来的拍摄